在婚礼前夕 我突然听见了未婚妻的新声 她明天抢婚的话 我穿刀跟鞋是不是不太好逃婚 我闷不作声 第二天果断登上了出国的航班 后来那场婚礼成了全程的笑话 新郎新娘双双逃婚了 我一直拥有一项特别的独心术 我能听见不爱我的人的新声 因为这个能力 我能轻而易举地判断他人对我的爱是否做我 我能干脆地从表面朋友中迅速抽离 也能面对暗恋许久女神的告白无动于衷 就连在购买榴莲的时候 我都能通过小贩的新声买到肉最多最香甜的那一个 可当我第一次遇见柳如烟的时候 整个世界安静地只剩下我们俩清晰的对话声 您好 方便认识一下吗 没有新声 四目相对时 我读不到柳如烟的新声 您好 在柳如烟追我的这段时间里 我耳边的声音简单而纯粹 我相信他是爱我的 于是我们相爱 交往再到谈婚论嫁 整整两年 我从未读到过他的新声 可就在即将举办婚礼的前夕 我突然能够听见柳如烟的新声了 阿远说明天要抢婚 还是穿运动鞋方便跑鞋 阿远 抢婚 文言我愣在原地 紧紧盯着他的嘴 确认这是他的新声后 我一时不知道做何反应 明明外面是夏日酷暑 可是良意却瞬间蔓延到我的四肢百骸 逼得我动弹不得 我能听见他的新声了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我的余光瞥见不远处的工作人员 按照他的吩咐 往婚礼的服装里面 放了一双轻便的运动鞋 柳如烟朝我点了点头 抬腿预备着朝外面走去 这是我们的默契 他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处理 可刚刚耳边的话不作为 我也从来不会听错 我的身体几乎是不受控地跟了上去 我有些不敢置信地追上前换了手 如烟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读取更多的新声 想要了解我面前 这个顶着我未婚妻头衔的人 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偏偏在婚礼前夕 突然就变心了 我的呼唤让柳如烟 即将没入后座的脚步一顿 但也只是一顿 他回过头匆匆对我解释了两句 便吩咐司机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抱歉 客户那边突然有急事 我得赶过去一趟 他骗人 此刻 他心里想得明明是 听电话里的声音就知道阿远生气了 再不哄哄他今晚又该不让我回家了 我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自我内耗的人 与其自己胡思乱想 还不如主动出击 我直接找了个由头 私下把柳如烟的秘书约了出来 柳家长辈棒打鸳鸯 王伟自尊心强 不堪受辱后就放弃柳如烟远走高飞 音讯全无 当初柳如烟对我的一见钟情 不过就是因为我和王伟眉眼之间有几分相似 如今正主的回来了 自然也不需要我这个替代品了 而王伟回来的时间 碰巧就是上两个月柳如烟忙得过分的时候 逻辑通顺 严丝合缝 这样的故事 听了难免惹得我无奈的摇头发笑 我是没想到如此烂俗狗血的替身文学 还能套用在我的身上 王伟想要用抢婚这样的方式 宣告柳如烟的所有权 而柳如烟也需要这个场合 证明他对王伟始终如一的爱 好好一下他生气的恋人 在逼迫柳家承认王伟 而我和这场精心准备的婚礼 不过是他们来的一环罢了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霸道总裁文 说实话 颠倒我忍不住骂了句脏话 事业 我房子里的灯还亮着在 明明第二天就是婚礼了 但忙着打包行李的我 一刻都不得闲 在两个小时前 我已经定下了 飞往国外的头等舱 都颠 那我也颠 他柳如烟可以被王伟抢婚 我自然也可以礼上往来的 晚把人间消失的逃婚 好在我的家人早已定居国外 这次的婚礼 也没大费周章的宴请那边的亲戚朋友 只是喊上了 国内平时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当初是想着两家父母 订婚的时候都已经见过面 到时候去国外再办一场 也省得亲戚朋友语言不通的来回折腾 这个计划倒是方便了我如今逃婚 和发小黄绍天 简短地说了一下我的想法 他沉默地拿走了我手上的打包箱 脸色严肃 我读不出他的心声 看他反应不对 只好出声问他 绍天 你要拦我 黄绍天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对了我一句 神经 爹给你带了装尿素的麻袋 放东西皮屎 我的 忘了黄绍天家是做农药的了 婚礼当天 一身迎宾西装的我和柳如烟 迎接远来的客人 这次 柳如烟的心声简直吵得我头疼 阿远来了吗 我终于能和阿远在一起了 三年了 我等了阿远三年了 我终于要成为王夫人了 这次抢婚 阿远会相信我的心始至不渝吧 惹得我不由的恶寒皱眉 看了柳如烟好几眼 偏偏他面上不显 照就还是从前那副 温柔端庄的样子关心我 陈泽 看你脸色不太好 要不先去休息室些些 外面的客人我来接待就好 婚礼的时候你再入场了 也好 其实我也差不多该找个由头开溜了 我应了一声 正打算把身上的西装换成便服后 在门口偶然遇见了王伟 得益于相似的长相和独心术 对事实 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我摁住了黄少天聊着西装袖子 预备着叙事待发 暴打小三的胳膊 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 你是如烟那边的朋友吧 赶紧进去吧 还有几个小时我们的婚礼就要开始了 王伟的笑意戛然而止 似乎是不满意我这样轻易地称呼柳如烟 说话更是有些阴阳怪气 陈先生 不好意思啊 今天有点撞山 你说这样是不知道的人看到 会不会以为今天的新郎是我呀 王伟的嚣张心声在耳边同步响起 笑吧 还有三个小时你的新郎就要为了我逃婚 到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吗 我依旧保持着微笑 摇摇头并不在意 西装不都一个样吗 招手换来服务生带他入场时 我又听见了他的心声 蠢货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来了 还看不出我是来找事的 刚刚错身而过 黄少天便忍不住朝我吐槽的 你看他那个趾高气昂的样 真是受不了 我不可制服 他现在是把我当笑话看 毕竟柳如烟可是做好了被他抢婚的准备 到时候 既能有情人中成眷属的名头 又能当着我的面逼柳家承认他的身份 婚礼现场离机场并不算远 我坐在后机室里时 婚礼还没开始 我死死盯着手机上的时间 等待着闹剧开场 手机的震动声接连不断 黄少天激动地给我刷屏直播 阿泽 真抢了 真抢了 靠 出轨还搞得跟牛郎之女一样 真是不要脸 典礼正式开始的时间不过才五分钟 黄少天便给我发了个婚礼现场的视频 按照流程 在我上台之后 四一再说一段肉麻煽情的感情故事后 就应该是新娘登场 可为了方便王伟抢婚 柳如烟早就跟我修改了婚礼流程 改成他先上场 我后上场 他要让王伟卡在这个接骨眼上抢婚 却不知这阵何我意 王伟特意穿着和新郎一样的迎宾礼服 快步上前一把上台抢走四一的话筒 纵使台下议论纷纷 还是在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的爱意 这样的大胆露骨 给柳如烟说的眼眶泛红 如烟 你愿意和我走吗 宾客席位上一片哗然 结婚当天带走新娘 这可不就是赤裸裸的抢婚吗 最要命的是 柳如烟还是一脸感动的点头同意 走到王伟身边和他食指交握 小鸟依然地靠在他的肩膀 我愿意 王伟此刻膨胀的虚荣心被充分地满足了 甚至还有心情对着隔着一扇大门的新郎 发表一番获奖感言 大意就是我知道你很喜欢柳如烟 但是柳如烟最爱的就是我 我希望你成全 视频里 柳如烟穿着简洁一桃婚的婚纱 脚上穿的是一双和婚纱格格不入的运动鞋 举着话筒的王伟眼角没烧得得意都压不住 王伟估计想要迫不及待见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心里是连怎么安慰我的话都想好了 我希望 陈先生能够成全我和如烟这一段佳话 陈先生 气氛到了这里陡然就尴尬住 毕竟被打脸的人不在 那这场爽剧就是小丑的一场闹剧 陈先生 陈先生 王伟接连喊了好几声都无人应答 直到李一关拉开那扇大门 门后空无一人 只有被随意丢弃的新郎凶花 象征着新郎的不知去向 人群骤然嘈杂起来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我靠 新郎这是逃婚了 安静的后继室里 我默然笑出了声 成全自然是要成全的 毕竟底下的来宾也有我认识的人 我要逃婚放他们鸽子是我的不是 那就免费请他们看一场笑话 我看着这都忍不住摇头发笑 就在这时大屏幕上 顿时显示出了一段文字和图片 上面用正红色二号王体赫然写着 逃婚声明 因柳如烟劈腿小三王伟 本人特决定逃婚 成全你们这一段笑话 希望日后所死 不要跑出来祸害他人 底下还贴心地附上了柳如烟 和王伟近期的亲密照片 翁 更大的笑话 无正站在台上手牵着手 新郎都消失了 谁还会在意柳如烟和王伟跑不跑呢 而王伟刚才在台上 自说自话的抒发爱意 在大屏幕鲜红的出轨二字上 显得格外可笑 什么佳话 不过就是出轨劈腿的遮羞不罢 黄少天吃瓜吃到飞起 不过两分钟又谈了一段视频给我 视频里无人在一台上 愣愣站着两个大傻村 连群乱糟糟地找寻着我的踪迹 陈泽呢 陈先生去哪里了 新郎呢 电话打不通不知道去找了 休息室找了没有 换一间 顶楼的房间各处地方都找一下呀 都愣着干什么 动起来 动起来 就连一只黑脸的柳家父母 都急切地起身 吩咐工作人员寻找到我的踪迹 连带着宾客们也行动起来 没有一个人在意舞台上的两个人 就连肆意都被招呼着下台了 柳如烟和王伟两个人 就这么尴尬地站在台上面面相去 像被推出来当众展示的猴子一样 手足无措 更好笑的是 台下的观众都在忙着 找我这个失踪的郑主 无人关心他们是否要离开 王伟和柳如烟幻想的浪漫 而又刺激地逃婚现场 被我的突然消失 整得像超市门口老头老奶奶 抢免费鸡蛋一样砸乱 俩人就这么立在台上 这婚 逃也不是 不逃也不是 逃吧 无人在意 不逃吧 也无人在意 时间差不多了 用另外一个微信 给黄少天发了条 准备登机的消息 再以尽量简短的消息 跟父母那边 说明了这次的情况 嘱咐他们不要透露 任何我的私人消息 便给手机开了个飞行模式 少天稳稳地窝在头等舱里 享受着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刚一落地 黄少天的消息 便疯狂而急促地谈了出来 看样子 这件事的后续有趣得很 甚至在我回了第一句的时候 黄少天就按耐不住 直接谈了个语音电话给我 哈哈哈哈 阿泽 你这招也太狠了 你是不知道 现在岗城这边都翻了天了 来的都是柳家的亲戚 和朋友就不说了 不少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逃婚 他们那边可是闹翻了天了 那俩傻子在台上 足足站了十分钟 都没人管他们 最后还是他们自己走下来的 我看着都能直接原地扣出海警方 你现在看热搜 那视频都冲上第一了 网友都说这俩是巅工和巅婆 刚刚那对混蛋 还撵到你别墅那去 见你不再气得在门口跳脚 给你门铃铃的跟发电报一样 嘟嘟嘟的 我刚准备开溜就被他撵上了 还有脸问我你在哪里 我就说你出国了 别的不知道 笑死 你别说穿运动鞋跑得是快 光听黄少天笑得 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 我就知道这次事情 给柳如烟折腾的有多够强 婚也没被抢成 脸还全是自己丢的 对于柳如烟这样的反应 我其实并不奇怪 柳如烟敢这样做 也就是认准了我为了柳家 和陈家两家的体面 不会把事情闹大 最后被抢婚 我也只能温生吃个养了亏 毕竟陈家产业都在国外 柳家受到的影响不会太大 还可以趁机逼迫柳家父母 认下王伟这个女婿 毕竟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 再不承认 当着这么多来客的面 脸上也实在不好看 可柳如烟愣是没想到 不会逃婚 直接把这块遮羞不扯下来 塞到他跟王伟的嘴巴里 恶心他们 由他们去吧 爱情是享受 可真到了婚姻 那就是忍受了 灰姑娘和王子的日子 并不是只过结婚那一天 后面日日索要面对的 可就是磨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 一入穷巷 就该及时掉头 躲过了一段不幸的婚姻 我可是要放鞭炮庆祝的 我的父母早年间就已经定居国外 那边婚恋风气开放 追求自由随性 何况我和柳如烟都还没来得及领证 从法律意义上讲 我们连夫妻都不是 所以当我提出回来的时候 父母那边应得很快 甚至就在我刚刚下飞机时 父母那边就已经安排人来接我了 我坐进车里的时候 黄少天还在兴奋地跟我讲着后续 婚礼到最后不了了之了 后来宾客都三三两两走了 就剩些工作人员 我们家和柳家算关系好了 留下来安抚一下 气得站不稳的柳夫人 柳夫人气得直接甩了柳如烟一巴掌 要我说也是她活该 谁不知道 当初为了柳如烟上位 你帮了她多少 王伟又是个私生子 当众搞逃婚这套恩将仇报的戏码 他们柳家自己脸上也没光 老刘总根本看都不看她一眼 直接就走了 就剩个王伟在旁边尴尬的手 都不知道放哪里 我走的时候还看到王伟红着眼睛 缠着柳如烟办婚礼 估计自己都觉得这次脸丢大发 我吃笑一声出口 辱人者人恒辱之 我可等着他们办婚礼呢 倘若他们真有结婚那天 我绝对真心祝福 白月光的杀伤力 就在于她本人来了都不行 这个道理 我想柳如烟马上就会明白了 我和柳如烟是在一场慈善网会上认识的 虽然陈家产业都已经转移到国外了 可我和父母祖籍都是党成的 父母已然年迈 国际航班的时长身体难免吃不消 我那次回来 算是出差也算是寻根 没想到却先遇见了自以为的真命天女 那时的我被柳如烟叫住 她端着红酒杯 笑容明媚 举手投足间竟是优雅 因为读心术的缘故 我在这种公开场合 如非必要很少和人主动攀谈 名利场 声音太嘈杂了 柳如烟叫住我时 我脸上的不耐甚至都没有消散 可很奇怪的 我并没有听到她任何的心声 或许是因为太安静了 我渐渐有了耐心和她攀谈起来 后来她跟我告白时 甚至害羞的手脚不知道放哪里 抱着玫瑰花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陈泽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我们四目对视 我没读到她的心声 于是 我点头 相信了柳如烟的承诺 愿意留在国内和她结婚 我从不怀疑那一刻的承诺 但承诺从来只有在爱的时候才算数 在我眼里 王伟和柳如烟的爱情故事 其实就是年少时爱而不得的故事 王伟未必有柳如烟想象的那般美好 柳如烟也未必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爱王伟 爱情只有在爱而不得的时候才最动人 半个月后 当我刚刚上完帕森斯教授的设计课时 接到了黄少天的电话 前几天不是收到那对王八结婚的情景吗 今天我一过去 还以为哪个村里开流水席呢 都没我上次去北方吃杀猪菜热吗 黄少天显然是奋斗在八卦第一线的记者 叙叙叨叨跟我讲了这场抓马的婚礼 柳老爷子根本没来 这次婚礼好多人也都没来 跟你当初那场没法比 典礼还是用的副厅 也就柳夫人一个人黑着脸来了 冷着脸喝完了改口茶 别说发红包了 还是管她叫王先生 台上发言的时候 还是训王先生要安分守己 知晓李一廉耻 哈哈哈哈 你别说老一辈带着文化镜骂人是真难听 气得王伟把柳如烟的捧花都摔了 搞得柳如烟一边哄老妈 一边哄老公 看得我没笑的背过气去 其实也正常 按照柳夫人的性子 不办这场婚礼才是她一贯的作风 可是架不住王伟给自家闺女吹耳边风 只好压着怒火过来参加 只是王伟还没结婚就把岳母得罪了 她往后还能有好日子吗 我还听说王伟最近在往柳如烟公司里塞人 她倒是舒服了 一结婚王家那边也承认她的身份 自家企业也起来了 背靠大树好成粮啊 我现在想到你之前辛辛苦苦的给柳如烟拉资源 结果现在便宜都让王伟占了 我就恨得牙痒痒 我翻阅项目资料的手没停 开着外放和黄少天闲聊 我也不亏 在他们中间也没少证 不过柳如烟这日子也不好过吧 她有经营权 但是具体决策权还在她亲爹那儿 总不能最后柳氏集团跟着姓王吧 再说了 柳家可不止她一个年轻人 真心不好说 但我了解柳如烟的事业心 公司也不是她的一言堂 我猜测王伟应该玩的先掌后座塞人这一套 拜那场婚礼所赐 国内那些合作伙伴也知道我和柳如烟的恩怨 多多少少也给我透露了一些消息 比如柳家那边直接把柳如烟的堂哥给推了上来 压力给得十分明显 爱情和事业 我估摸着柳如烟家在中间也难做得很 黄少天显然对我的发言有些不满 你这是什么意思 去外国出家了 设例子跟我一脸 你还可怜其他的日子好不好过 那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给他送温暖了 我弯了弯没眼 送温暖没有 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捞一笔 六 以为你是恋爱脑 没想到你是个资本家 但我没想到 两个月后我居然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陈泽 时隔这么久 突然听到他的声音 让我不由地打了他寒颤